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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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近来传出民众党秘书长谢立功抛出蓝白和可以从基隆立委开始的说法 林佩祥也直接了当强调 没有问题 欢迎谢秘书长任何时候回来比民调 既然要蓝白和 合了就要赢 就只能推出一个人 那请他跟我来民调初选 什么时候民调我都欢迎 既然要合就要赢 不然合起来不是为了个人的政治利益 个人的政治弹算而去做的 要合就要赢 欢迎店秘书长随时跟我民调初选 哪一家民调公司我随时欢迎 因为我想帮基隆做事我想把这些拿回来 林佩祥也强调如果他能够顺利进入立法院 首要目标选择进入交通委员会 为基隆市民争取更多解决通勤族交通的办法 其次目标则是进入财政委员会 希望争取在基隆港年收千亿元的税收上 分给基隆市更多的裁员用于建设基隆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田辽河旁的停车阁 长期被鸟粪袭击 市政府就立告示牌提醒民众爱车停这里会沾买鸟屎 也研议提出季节性暂时停车 降低民众受害的风险 停车阁内的蓝色轿车 引擎盖 车身挡风玻璃 全遭到鸟粪袭击 没有一处幸免 而另一边的机车也同样很惨 就很伤车漆啊 这会咬车漆咬得很严重啊 很严重啊 很伤车啊 对啊 到时候车子要沾买鸟 地点就在基隆田辽河边 美猴桥到富狗桥这一段行道处上 每年五月到八月都会有黄头鹿 小白鹿或者叶鹿 上千只的鹿坑鸟类来竹槽浴除 而底下正好就是停车阁 不少车主深受其害 过去就曾经因为到底要不要将陆树移走引发了讨论 现在市政府决定不影响鸟类棲息的前提下 先设立告示牌 提醒民众停车的风险之外 也将研议推出季节性暂停开放停车 因为工程的开发 那让两类棲地它转移到田辽河的一个周遭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注意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后续会针对我们这几个车位的部分 我们会考虑就是取消停车的部分 那另外我们会再研议是不是可以透过季节性 季节性的部分在那边 我们就不要让民众能停车 那在短期之内我们可能会先设告示牌的部分 提醒民众那尽量不要在这边坐停车 其实受害的不止车辆 像是新一路上的人行道没有遮雨棚 很多行人根本不敢从树下走过 就算大热天也只能撑着闪通行 环保局其实有一直在掌握 也持续的在针对田辽河周边 尤其是青稽桥相关的范围 清洁队一直都有持续的在做相关的清理 那最近我们也常常接到民众的成情 我们最近可能是因为季节转换的关系 我们现在有发现在我们树上的这个鸟类 确实数量有比较多 那造成地上的这个鸟粪便 也确实的这个数量也有增加 所以环保局这边也会依照现有的现况 做滚动式的调整 请清洁队针对现在这些重点的区域 来持续做清洁的加强 目前市政府交通处已经派员 将可能遭到鸟粪袭击的停车阁标线 暂时突销避免载有车辆遭到波及 记者黄绍鸣金融报导 南部缺水但是金融却在漏水 正面渝港和平岛桥头下因为管线破裂 自来水却源源不断的流入大海 而这一流就流了两个月 大量的水源不断的从桥墩下方流出 直接流到海里 而这样的场景已经长达两个多月 这边有自来水管线施工 施工完之后就下面就漏水 漏水之间也是有跟水厂反应 也要请议员去反应 可是都说要来会看 现在枯水期看每天这样漏 也是觉得很浪费 那个水量那么大 换到距离不远的征兵渝港码头 地面上是大大一片 这些水源原本是要送到 河平岛的民生用水 现在却平白流到港边 那温宜是一条水公而已 那条水公有传奇 传奇 我说有事就要发生到 漏如果崩落下车有災 还是人有安 才有在关心这个 居民很无奈 多次向自来水公司反应后 得到的回复却是管线中有 军方相寒 高压电线不敢开挖 由于管线行经正兵路 下方还有渔民仓库 渔民担心再不处理 恐怕会变成天坑 整条路水流这么多 而且我来看的时候 那个水前面也有 前面有这么大的水在漏 而且它真的是 不是漏是喷了喷出来了 这个整条路会不会一直流流流 变成那个 路死路坑 变成会流出一个天坑出来 那些基石那个基座 那些土砂流失了以后 会不会真的也变台北像那样 陷一个大坑天坑出来 那怎么办 因为正兵渔港这边 有一个自来水管路老旧的关系 管路的源头 它刚好又是在桥头 那有受到桥面的一个震动 那破损的更严重 导致这个水呢大量涌出 那水资源非常的珍贵 但是自来水公司呢 在维修的过程 这个管路路线沿路 遇到很多障碍 导致维修困难 包含了路边的障碍 遇到了军方的管道 或者是中油的管线 或者是台电的高压管线 这些导致维修困难 难以实行 那现在相关单位也说明了 会尽快处理 因为这样的一个线像 已经长达两个月的期间了 那这个工程在设计过程 竟然也还要强达 三个月 那其实这样的水资源 非常的浪费 所以今天特别办这个会刊 来要求相关单位说明 并且迅速的办理修复 灾水公司 二十三日上午 紧急开挖 要找出漏水点 但恐怕也难有作为 都带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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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的 都带到的 下面很多管线就对了 上面 全部都压在你们上面 对这个就是了 你看人家这么多 这里是了 开挖之后发现 管线错综复杂 水公司得 择日在与军方 整合会刊 要想个办法 才能把这漏水点给止住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道 再带你来看 中正区封忍街 六十五巷口 车祸平传 市议员张浩瀚 邀及里长交通处 及警方到场会刊 演绎迁移遮住视线的电感 也将在巷口增设提醒标志 希望减少事故发生 中正区封忍街 六十五巷口 四月初发生严重的车祸意外 两部机车对撞造成私人受伤 封忍街沿路巷口多 机车从巷口出来 一不小心就会发生碰撞 因为我们不管走路也好 走路也好 像我们带小朋友出来的话 真的都是左右要看很久 有时候已经没有车了 要过去上面斜坡冲下来的车 那我们又要倒退 接二连三发生车祸意外 让居民提心吊胆 金融市议员张浩瀚 邀及了公务处交通处 警察局等单位会刊 研究改善的措施 包括封忍街 电线杆零力 六十五巷口 这一根电杆 容易遮住视线 相当危险 六十五巷 左右两侧 跨口红色 然后再把我左边的 这个电线杆把它移除 因为电线杆会挡住视线 所以电线杆移除 我们整个路的光明度比较够 而且再来就是说 我们从斜坡一百巷下来的话 整个封忍街 从那个调下长那边 新郁东那边下来的话 它路面斜度又爽弯 所以速度可能会比较快 我们在这个地方 会加强它的 内造式的那个看板 然后再来就是 把人行道改成 化成那个绿色的 蓝色的路面 在晚上能够加强 每个人开车的行事 就是比较重要 而封忍街 因为下坡之后 车道比值 一般车速都很快 中沙里里长 廖文雄就建议交通处 参考外縣市 事办新式的减速标线 来降低车货率 那其实外縣市 高雄 新竹 桃园 其实他们都有在 做这种变形的减速标线 比如说减速平台 然后那气型的减速标线 那这个都是可以有效解决 让车子有效减速 然后也不会有 噪音产生的一个情况 那现在外縣市 据我所了解 从103年 就已经有开始在试办了 那他们在110年的时候 也有扩大办理的情况 那所以说我觉得 可以借近外縣市 那让我们基隆 可以迈向一个 比较科技型的 比较先进的一个城市 我们Foreign街 在近期发生了一个 多起的一个车祸事故 那今天特别邀请 两位里长 帮我们的廖文雄 及魏军龙里长 共同来到现场来会刊 那希望来改善 风冷街周边居民 出路上面的一个安全 那一个初步的结论就是 主要原本是希望说 用这个耗质化的一个灯杆 来做整个路口的一个管控 但是因为考虑到 耗质化路口了之后 要增设 其实有一些的困难度 包含 道路的一个挖掘 以及电感设置的一个 空间的点位 其实都有非常长期 需要讨论的一个部分 那所以我们现在采取一个折中的模式 就是把我们现有的一个 入口的一个告示牌面 那全部换成一个内造式的一个牌面 就是希望说 藉由LED的一个警示的一个措施 让我们周边居民 或者是说外地的人 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可以藉由这个牌面的一个警示 能够达到减速的一个效果 那针对于各项那 我们也会增加 所谓的停止线 以及告示的一个措施 那希望说 让周边居民 不管是在通行上 或者在行走上面 能够获得一个更安全的一个保障 那最后 在路口的后侧 就可以看到 我们有一个电感 耸立在这个区域 那它其实对于 路口居民出来 也阻挡到 整个行车上面的一个视觉 所以我们也要求 我们台电公司 那应该要来 调整一个电感的点位 以达到整个路口进出的一个安全 议员张奥瀚表示 透过相关的交通耗制调整 新设 希望降低 风忍街一带的车祸事故 不过 这些都只能达到提醒的效果 用路人在经过风忍街 还是要减速 遵守交通规则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推出了 望海向海湾探索课程 今年 筹进方舟游 除了延续筹进航线外 更开辟了 橡皮岩新航线 让大家近距离的观察 海石洞海石癌的地形 感受大自然的魅力 想要以泰山胡椒秘密花园 不用潜水 坐上船就可以看到 研究典长组主任 施同伟化生导览员 从海外内的生态环境 到橡皮岩等海石洞海石癌 地形的介绍 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有海藻在飘對不對 现在也是马尾藻生长的季节 我们也看到了 其实还是有不少的生物跟山虎 他们已经蠢蠢欲动 开始在生长 在这个季节里面 藉由不同的一个 时段我们航行的过程里面 我们带领小朋友 一起来观察我们真实的海洋 然后了解我们的生态环境 那在这种观察的过程中呢 去体验海洋生物 跟我们生态环境所面临的问题 那欢迎呢各位老师 还有民众呢 也可以来报名我们的朝靖方周游 跟我们智能海洋馆的课程 夏季来了 是观察海岸生态最好的时机 觉得最大的收获是 我了解了更多海洋生物 然后也了解要如何保护海洋 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辛苦 这次大厂的体验 让我知道更多海洋生物 而且不要乱丢垃圾 这样子才可以不破坏 海洋的海洋生物的栖息地方 就是小朋友的机会 或是家长的机会 其实可以带小朋友来 体验这样的活动 这真的是不错的活动 针对学校团体开设的 望海向海湾探索课程 延续了朝靖航线外 更开辟了橡笔岩新航线 透过方舟一号的景观窗 一览水下珊瑚及渔群 更可以近距离地观察海事洞 海事埃地形 结合最热门的航程 与朝靖智能海洋馆的参观 让学生们从海上到馆内 可以完整建立对海洋保育区的概念 丰富海洋生态的相关知识 朝靖帮助赞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每个人一天都只有24小时 忙碌的生活中 我们有多少时间可以留给自己 又有多少时间可以留给我们家人 时间就该留给我们珍惜的人 现在缴纳房屋税非常快速 只要扫描 缴款书上QR Code 就能完成 还有多元缴纳管道 可以自由选择 让我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 112年房屋税开增 智慧缴纳有够孙啊 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有丰富场馆资源 兼具人文及自然风景 想透过您不同的视角表现出来 海科馆邀请大朋友小朋友 一起透过手机镜头 分享你的创作 释放心中独特的创意与想象力 还在等什么 快来参加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演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新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基隆邮轮观光巴士推出后 搭乘率有七成 因此市政府继续推深度 游基隆的观光巴士主题邮程 各条观光巴士邮程 五月有八折优惠 基隆邮轮观光巴士推出后 搭乘率有七成 因此市政府官销处在暑假前 续推多条深度体验基隆的邮程 据了解也深受游客喜爱 各项观巴主题邮程 五月有八折优惠 旅客不妨把握最后倒数机会 那游轮的观巴反应非常的好 从推出以来 三月七号复航到现在 至少都有七成以上的承载率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说 在暑假之前 我们再推出 有更深度主题旅游的观光巴士 希望推出主题旅游的方式 来满足所有的旅客 你来到基隆 你想要到各个景点 你在交通上都不用担心 你不用要自己开车 还要在那边找Google 然后翻一些怎么去找的路线 甚至要去Google去找说 我要去哪边玩 观光巴士 它的主题旅游 都已经帮你们setting好了 那主要是结合一些 像是套票部分是 有游轮靠帛一日游 那有结合包括和平岛的地质公园 阳明艺术馆这些的门票 那在主题邮程呢 主要是针对一般游客推出 就有四款的深度体验 基隆的旅游的旅程 五月的时候有八折的优惠 所以一定要把握五月的优惠的期间 那另外呢 在整个的搭乘的主题里面呢 我们有特别推出 之前都没有推出过的 基隆style原味深度体验之旅 主要主打的就是原民的特色 他会探访一些影集 像是八尺门的辩护员的拍摄场景 来告诉八尺门这个渔港的一些故事 那走访基隆原民的生活 品尝原民深海的创意美味 那最后呢还会带大家前往很夯的太平清鸟的书店 那还有就是像基隆的八斗子朝镜旺游青旅行 可以深入八斗子的渔村 然后体验在地独特的海染DIY 可以漫步在优美的旺游谷的步道跟朝镜公园 甚至呢还有七堵暖暖秘境深呼吸 是可以让你走进基隆的山林里面 去探访七堵赏花的秘境 感受台版的亚马逊的美丽 所以我们欢迎大家都好好地把握 这个观光巴士的旅程 透过观光巴士串联起 好吃好玩的景点和美食 可以便利地畅游基隆 也成为来基隆旅游的一项新选择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基隆商工举办了一场跨校的 无人载具交流活动 邀请了基隆女中 正兵国中 一起来展示与交流 现场还有记忆竞赛的金手奖机器人 与微型无人机的基本操作体验 突破障碍 跟着指示前进 这荣获全国技艺竞赛金手奖的机器人 在无人机进行现场展示 掀起校技交流高潮 受限于民航法 基隆商工推出微型多悬翼无人机 整线四面停旋 举行飞行 障碍穿越等演练 我们为了依应法律上的一个限制 我们开始推动这个微型的无人机的一个课程 融入到我们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上面 因为微型无人机无论在造架上 或者是整个未来飞行的一个限制上 都比较不受法规的限制 也因此我们期盼透过这样的一个课程训练 培养孩子的技能 收到前来的还有金欧女中与正兵国中 这次很开心可以到金欧商工来体验这种空拍的交流 但是这次看到的那种是迷你的微型的空拍机 那我们在观摩完他们的技术之后呢 我们自己也来实际体验交流一下 然后又实际操作到这种微型的空拍机 正米国中遥控车社的学生也拿出精彩的展示 高速 甩尾 跳板等表演让人惊艳 遥控车都是自己组装的哦 越野车这个社团就是这整台完成 就感觉真的蛮好玩的 这个越野车跟无人机一样 所以以后可以看老师可不可以用无人机帮我们 一起跟越野车合作起来 我们也观摩到了微型无人机 我想微型无人机不受进行的限制 未来也可能是我们学校可以在跟机商这边合作的项目 机器人 无人载具 遥控车 还有微型多悬翼 蹦出新火花 透过机商举办的四轴无人机障碍穿越赛 让学子拥有实作观察 所学与社会接轨跟上未来潮流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电动机车和电动汽车 因为环保已经逐渐成为未来市场的主流 要带你来看一位七堵重置街 隐藏着一位没有显赫学历却无师自通的发明家张勋 他展现了最新研究成功的超级电容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戴好安全帽 轻松加速向前 这不是在展示电动机车 其实这还是一辆电动自行车 但是重点不在于电动机车还是电动自行车 而在于装在内部的超级电容 简称超龙 发电让车行驶的最重要基建 这是有一位现年64岁没有显赫学历 无师自通的发明家张勋 号称最新研发成功具有充电超快续航力高 利用动力就可以自行在充电 不用经常充电的超级电容 而附挂在车上检测电容量的仪器数据显示 其成后的电容量不减反增 张勋强调这就是利用动力能源回收 利用四个步骤达成的这项目标 也强调他研发的超龙组成物不同于一般电池或电容 强烈碰撞也非常不容易爆炸 可以燃烧几乎零污染 也就是把它归纳起来动力能源回收利用 就是这个道理就产生一个循环的塞口 所以说基于在这一方面的这个它是可燃物 它可以去烧它完全没有污染 让整个地球呢能够达到这个绿色能源 透过好朋友的介绍亲自来了解并且是其可以利用动能再快速充电的超级电容 装在电动自行车上产生电力动力输出 驰骋快感的机动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也是哲哲称奇 并且认为如果未来可以量产在电动机车 甚至是电动汽车上将可以为民众提高生活便利性 以及环境保护的功能 就是这个电动机车用一个超龙的概念 就是等于是动力 我们在行驶的这个这个等于应该说现在进行式的整个动力 产生这个所谓的这个能源回收再利用 这所谓的这个循环cycle 我觉得这个概念蛮好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是环保嘛 环境保护 那也就是可以尽量不充电的状况下 能够就是说研发这个机车 方便我们的这些居民 那谢谢教授 这个因为很专业我也不太会讲 所以谢谢教授你的研发 希望说未来的这个这个我们的社会能够尽量环保啦 对于可能来自于外界针对他研发出超级电容的质疑 发明家张勋芷表示欢迎指教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次会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麦东 欢迎锁定每周三晚上九点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次会来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富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或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旗团关心您 有点赞